大家好,我是Robin 这节课我们继续来学习一下Android的层次分析 从顶层到几层的课程 上一小节我们讲了为什么Component 与Coreback 这个话题 这节课我们就接着讲一下为什么Intent 与Activity Components 这个话题 也就是我们的Android为什么不让我们直接去New一个对象 而是通过发送一个Intent给它,它帮我们去启动这个对象 首先我们 不好意思,首先我们看一下 启动一个另外一个Component 的一个过程 这个图我们之前也看过 再回顾一下 第一步呢 就是我们通过 这里以Activity 为例 通过StartActivity 传递一个Intent给我们的Android系统 然后告诉它 我们想要提供一个什么样的应用程序的组件 第二步呢 我们的安卓系统就根据我们传递给它的一个Intent 然后去找到合适的目标组件 而如果只有一个呢 它就直接会帮我们启动 如果找到了很多个呢 我们之前讲过 就会直接给我们全部把它列出来 让我们去选择一个 第三步呢 第三步呢 当然就是通过调用我们目标组件的Uncle Data 然后把它启动 这就是我们 安卓上 从一个应用程序组件 启动另外一个组件的一个过程 那我们回复了这过程之后 我们 通过 也许 突然发现 哎 这个过程就和一些中称实现了控制反转 也就是 LC 一些容器或框架的做法非常像 比如说我们呢 对 这里 这里简单的说一下 这个 Spring呢 是在2003年一起的一个清单级的加网开发框架 它通过 控制反转 也就是 IOC 这个技术促进了一个Dio和的架构 控制反转 在Spring这个框架中的席线呢 就是由Spring 负责控制 对象的生命周期和对象之间的关系 具体来说 Spring是怎么去实现我们的IOC呢 在这个博客上找到了一个弦线议论的答案 这里我们大家一起看一下 先 对他有一个直观的理解 这里呢 他举了一个例子 就是说 一个男孩子怎么找女朋友呢 常见的情况是 我们到处去看看 哪里有长得比较漂亮的 然后打听一下女孩子的兴趣爱好等等的信息 然后就想办法认识他们 头疾所好 这过程呢 就很复杂 我们必须自己设计面对那个环节 那以往的程序开发呢 也是这样 我们在一个对象之中 想要使用另外的一个对象 你必须得到他 就可以去用一个 或者是从DNDI查询一个人 使用完呢 还要去负责跟他去销毁 这样呢 对象就会和他其他的接口 和类 偶合起来 那Spring框架是怎么做的呢 这个 又打了一个比方 他就有些的像 通过婚戒去找女朋友 他就在男孩子和女朋友之间 引入了一个婚姻介绍所 这里面呢 他管理了很多个人的资料 我们可以向他提出一个列表 告诉他们 哎 我们想找一个什么什么样的 比如说 比如长得像什么什么什么 什么什么什么 什么什么什么的 然后呢 这个婚件 就按照我们的要求 给我们找到了 那我们就只需要去使用就行了 这个过程呢 就不再由我们自己控制 而是由第三方 这样一个类似容器的机构来控制 具体来说就是在我们的Spring容器中 所有的类都会去登记 告诉Spring你是一个什么东西 同时你需要什么东西 然后Spring就会在运行的时候 把你需要东西给你 同时也会把你交给其他需要你的东西 所有那个生命周期呢 都是由Spring它来控制 这里呢 就对于一个预期的对象而言 就是控制它的对象之前 是它去控制别的对象 是它去控制别的对象 现在呢 我们所有的对象都是被任何控制 那样呢 又是将了一个所谓的控制反转 我们看完这个介绍 Android会发现 这是不是跟我们Android上面的方法 的处理方式是很像的 看到这里 那我们就发现了 它这个处理方式 跟我们Android上的做法 是很像的 也是在Android上呢 我们不需要直接去用一个对象 我们只需要告诉我们Android的Spring 我们需要一个什么什么样的对象 然后我们系统就把它给我们启动下来 那我们就知道了 我们Android这里 也是实现了一个控制反转 那我们再看一下 这个控制反转 也就是IOC的英文呢 Inverse of Control 到底是什么 1996年呢 Michael Mason 他提出来的这个观点 它的外面呢 就是IOC 它不仅仅是一个设计模式 更重要的是 它是一个通用的原则 什么原则呢 用来区分API和framework 基于什么区分呢 基于控制权在哪里 它的意思呢 它的意思呢 就是我们的Winwork 是具有控制权的 那看一下我们的IOC和DI 也就是dependence injection依赖注入 它又是怎么插到一块的呢 这个问题 在2004年 Martin Foller 关于IOC容器实现了控制反转的讨论的时候呢 他提出了一个 哪些方面的控制被反转了 这个问题 最后总结出来 是依赖对象的获得被反转了 也就是IOC容器 在运行期间 动态的将依赖关系 注入到对象之中 什么意思呢 我们在这里 结合着我们的android 看一个实例 这里呢 我们自定义了一个activity 名字呢 就是banding activity 它实现了一个什么功能呢 主要就是和一个service 绑定起来 然后去交互 那我们就看一下 它是怎么去和service去绑定 然后交互的 首先看一下uncreate 很熟悉了 在这里呢 我们设定下我们的content view 然后呢 unstart同样 也是我们很熟悉的一个函数 在unstart的时候呢 activity就又起来了一个intent 然后告诉他 我们要启动的service的名字 就是这个 然后呢 把引起来的这个intent 通过band的service 然后传递给我们的安卓系统 同时 还传递了一个参数 参数的名字呢 是myconnection 这个myconnection 什么呢 我们看一下 在这里 myconnection 它是new的一个serviceconnection 这个serviceconnection呢 是android的定义的一个接口 这个接口的作用呢 就是当android的系统 把我们要绑定的service 给我们启动 给我们启动 启动就是起来了 然后绑定到 绑定之后 它就会调用到这个接口里边的两个 先进口碑函数 把这个service传递回来 然后我们呢 就这里可以获得到它为我们启动的这个service 所谓的依赖注入 那我们这一块就是一个依赖注入 它的意思呢 就是在我们想要和一个service交互的时候 这里我们不是去直接移入一个service出来 而是通过bunessservice 传递一个internet 告诉我们的系统 我们想要一个什么样的service 然后我们的系统 根据internet 把我们的service绑定之后 通过调用serviceconnection 这个接口里边的unserviceconnected 把这个service传递到我们的activity 也就是把这个依赖关系又注入到activity 所谓的依赖注入就是这个意思 后面的代码呢 我们可以大概看一下 这个onbuttonclick呢 就是我们在一个按钮上设置了一个电听 当按钮被点击的时候 就会调定到这个函数 然后呢 它调用一下在这里 我们系统给我们注入的service 去和它交互 然后回到一个随机处 去把它解释出来 unstop这个我们也很熟悉了 在unstop的时候呢 和我们的误解吧 因为我们的martinfoller 它表出来了这个哪方面被控制被反转呢 就是依赖对象的获得被反转了 从由之前的我们自己去 用一个对象 到这个对象是由第三方 给我们用起来 然后给我们反回来 也就是我们注入到我们当前的对象 它就为我们的控制反转 创造了一个更好的名字 也就是DI dependence injecting 依赖注入 因为IOC这个概念呢 开始广泛受到学术界的关注 也就是 中国martinfoller的这篇文章 这个介绍开始 所以说导致很多人呢 就直接把IOC 理解为DI 依赖注入 这个理解呢 其实是有一定有很大的偏差的 实际上呢 DI只是实现IOC的一个方法 比如我们上一节课 讲 component 以callback为例 这里我们讲到 template method 模板方法 它同样也导致了一个反线控制的结构 这里呢 也就是 我们template method 也可以实现了一个IOC 所以说呢 IOC 定 不就是等于我们的依赖注入 依赖注入呢 那只是实现IOC的其中一个方法 好 那我们再看一下 我们为什么要使用控制反转 这里就涉及到一个问题 软件开发的普遍真理 普遍真理什么呢 Change 就是改变 永远不会变的 就是改变 在网上呢 流行一个 关于植物人的故事 也就是 有一个程序员出车祸了 变成了植物人 那医生说呢 他 活下来的概率是万分第一 那个被唤醒呢 就更是不可能的 但是 这个程序员他的leader和家人呢 他们并没有放弃 他们就 天天在他的 墙边 念 某某某 需求变了 该起来干活了 天天就能讲这个 突然间有一天 我们的这个程序员 就醒了 醒来第一话就说 什么 需求又变了 这个故事呢 也是在说一个道理 就是我们软件开发 这个 需求呢 是 市场会改变的 我们每个人都会碰到的 那么 怎么应对这个需求的变化 那基本的思路 也就是两个方面 第一个呢 我们 是可以 扭域建模 然后对这个模型呢 持续优化 来适应需求的变化 这个是被动的 另外呢 我们还有一个 选择 可以让 我们在 需求变化中 处于主导的地位 让客户跟着我们的设计 来满足我们的需求 而不是最终的适应 相比之下 不用多说 大家都知道 如果能让我们自己处于一个主导的地位 当然是更好的 那我们怎么才能让自己处于一个主导的地位呢 也就是通过 ioc 控制反转 那我们再来回顾一下我们的Android 是怎么实现控制反转的 我们先再画一下 这里呢 是我们的Android 是我们的Android 安卓 安卓系统 这里 这里 是 Application 应用程序 盘统呢 加工的是我们的 APP 直接调用系统 但是 我们上节课 讲到了 我们的Android呢 它是通过让我们继承它的 积累 然后去覆盖它里面的 后面函数 来实现我们的应程序 在这里呢 它遵循了一个好莱坞原则 也就是 懂得扣啊 我也没有扣用 也就是不要去调用我 我们会调用你 这里 就实现了 从 系统去调用用 而不是你重用调系统 你就把 控制权 转移到了系统这里 但是 这仅仅是调用 这就够了吗 是扣 是交用 很想象这是不够的 那在这个 这一节的话题呢 我们就讲到了 在Android上面呢 我们去启动一个 目标组件 为了说是 启动另外一个对象 并不是直接在 用这里 是自己去 另外一个对象出来 而是告诉 我们的Android 安卓系统 我们想要一个什么 对象 或者是什么组件吗 然后 它就会给我们去启动起来 所以说 我们对象的 生命周期管理 就 从 App App Application 这里 也转移到了 我们的Android系统 所以说 我们的控制权 完全就掌握在了我们的安卓系统这里 由此 就实现了一个控制反转的 架构 当然 那我们 想啊 控制权都在 安卓那里 那我们为什么非得要跟着它走呢 当然 这个架构呢 不仅仅是对 Android Google它有好处 对我们描写好处的 比如说 它可以帮助我们开发出一个松某和一个程序 因为呢 我们并不是在自己的对象那里去 你有另外一个对象 这样的话 就降低了对其他对象的一个依赖 所以说这个 复合度就很大程度的降低了 另外一个好处呢 我们在一个应用程序里面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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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启动 另外一个应用程序的时间 比如说呢 我们想要 我们想要去 交用相机设备去拍一张照片 这可能就有另外一个应用程序 已经写好了 我们就不需要自己去再去重新开发一个相机 我们只需要 告诉什么的系统 我们想要拍一张照 而我们的系统就会去启动相机应用程序 帮我们拍一张照片 然后呢 还是可以把这个结果返回给我们 让我们使用 对于用户来说呢 好像相机就是我们这个应用程序的一部分 好 那这节课就是我们的为什么 Intent 与Activity Components 也就是为什么 Antree上面呢 我们不是 通过New 直接去创建一个对象 而是通过发送Intent 就是告诉我们系统 我们想要一个什么样的对象 让系统帮我们去启动呢 这里呢就是为了让我们的系统 去控制对象的生命周期 和对象之间的依赖关系 好 这些课我们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